瞬间一把火带走了九条人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疏失 今天罹难者家属重回现场 伤心极了也愤怒极了 他们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这个安检过关的夜店里面 会带走他们最亲爱的亲人 而另外一方面已经出事了 但是DNA的检验报告 又到3月9号才能确定 也就是说家属仍然无法 领走亲人的大体办后事 今天在现场心痛的说 必须要有人负责 我儿子竟然在这个地方被烧死 因为他的父母忍着悲痛 回到阿拉帕 伤心气愤的问 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带走了他的儿子 我是不好意思批评台东市政府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到 蛮值得怀疑的 这个地方见到能够过关 大火烧死的酒人都是年轻人 让这场悲剧都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陈俊元的母亲哭得几近昏厥 家属共同的疑问是 夜店怎么会出事该谁负责 阿拉帕老板就是这位王明哲 为了避免串供已遭生压获损 夜店开了20年 王明哲原本是股东 后来接手成了老板 自己独资经营 妹妹还是夜店地主 夜店烧死了9个人 王明哲和某男朱传义都涉及了 业无过失自死罪 另外还有大笔的赔偿金 而吴志强的市府团队 如果有失责也将面临国赔 只不过眼前因为DNA报告 人未出炉 家属还无法领事 回家办后事 身心极度煎熬 要相关人员得负责到底 我儿子竟然在这个地方被烧死 中间新闻韩志欣林书役 台中采访报道